香港队对柬埔寨比赛 在香港的旺角大球场上演 看到我们现场蓝衣白裤的这一队 就是柬埔寨的球员 看到香港队的代表队成员 围在球场中 大家先在赛前鼓励一下 其实近年的比赛 香港队代表队所有球员 都以代表香港队为榮 所以大家的士气是相当高的 今天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看球 有Colin以及曾伟宗、曾sir 这里亦是再次欢迎 NOW TV以及ViuTV的观众 和我们一起看香港队 对着柬埔寨的这一场比赛 我们一起撑起港队 刚才看到伊达 其实伊达已经36岁 但他在赛前也表示 很有信心可以打得好的水平 因为去年在国内卵食 所以训练的强度 他也说是比较大 比赛的要求 速度、节奏等等都会比较快 所以对自己的状态是相当具信心 也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取得入球 带领港队赢球 赛前是我们香港队队成员 真是信心十足 好,鸡声一响 正式开始这一场比赛 虽然这一场的国际友谊赛 但是我们赛前准备功夫十足 而且这场比赛 他们赛前定下我目标 过往新组都曾经为香港队 贡献过一个入球 值得一提 再跟大家的球迷再提一次 在未来的两年 我们NOW Sports 都会为大家直播 香港队的所有主场的赛事 各位球迷 记得留意着 接下来的直播时段 我相信这场比赛 在开阶上 香港代表队都会押着 是客军来继续 看回他们赛前的演练 比较遮重两者的进攻 以及快速的转向 再加上也有颇多的迷门演练 也预计到对方的防线 可能伸得比较厚 这支减武寨队 平均年纪是比较轻一点 也是一个韓截的教练 接手之后 也锐意是年轻化 也打比较多的比赛 伊达,你回到后面 黄阳 看看看到蓝色衣服的柬埔寨 都敢迫前一点 我相信论体力 柬埔寨应该不会输舌 原因是年轻力壮 但我们香港的比赛 也随着比赛越来越多 所以默契、整体的表现 配搭都做得很好 我相信金教练也希望 可以试不同的配搭 找出最佳人选来打 冬亚杯的俄围赛 以及明年的亚洲杯俄围赛 今天对手柬埔寨 球员年轻较轻 而且在新高方面 似乎我们香港队也有点优势 因为今天出场的 11人柬埔寨球员当中 最高的位都是1.75米的新高 如果教育时间 争取到角球机会 在争顶方面 可能我们会有点高空优势 这边球阵也再次吹罰 看一看 Hai站在左边 麦基 放两个态 放回来中间一点 找到位置 给了一个利基立马 说我追到的没问题 这边先拉住位置 两个人来拍的 但是有点拉手的动作 球阵似乎今天 在头段打了这两分钟 都告诉赛场的球员 这些无手无脚 他不太容许的 他不太容许的 好了,伊达 看看这球斩球的落点 高度不算很高 让这边的纳托拉 先撑出来 两球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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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试试一个起脚 好,可以上來的鄭京浩 先做直線,隨得碎 賈賈,原來賈賈出界 我們執法的裁判都是來自印度的 主裁判是阿維穆欣 香港代表都逼前了 森武安投序撐後 不過很壞,香港也又折到 有機會墨基,可以壓進去 夠速度,但起不了腳 轉身,給力了一點 給力一點,可以給阿瑞 好,快出去扔給鄭京浩 可以扯進去 落點一般,不過也頂到 很可惜,因為亞歷士要走回頭 咬腰去頂 會難一點,頂不中目標 正如Colin提到 其實看回簡報寨 因為整體的身高也一般 看來最高的除了守門員1.81之外 其餘最高的可能是1.73之外 是新高而已 金本君 這場比賽 相信第一,要贏球 也希望後防線不要失球 另一方面,看看中前場的配搭 因為這場比賽沒有趙琦在前面 也沒有陳偉奧在後面 但不要緊,還是試陣 因為後面還有兩場練習賽 所以還有很多練兵的機會 好,這裡交失了 給了Ida 截到,再留給Ida 她可以射過去 真的 其實這個圖程… Ida的風格也喜歡射 但其實她在前面有亞歷士 後上還有新組 左邊還有墨基 當然,這球球,你說射得漂亮的話 球迷一定是拍爛手掌 不過剛才那位按死了 好,來了球 好球之人,蘇帆 嘗試出球 但兩人過來,雜了就… 雜不到 又這樣頂上來反彈,對吧 先越左衛… 這球球,一個傳中球 漏了她的後面 也要嚇一嚇 好球,幸好龐正已經是… 老組就舉了旗 但就算沒有吹到越位也好 球球也是給葉蓬輝 一個表演的機會 也能夠把球成功撲倒 好,先猜拳 新組回到後 這邊一個虎美的艾力士 打算撐給新組,失敗了 這邊鬥德偉真的一扔 整個都跌倒了 大球正說 這些碰撞,今天她也不容許 其實這球球很正路 不過可能手太低了 因為身材很高 這邊就是韓國隊的教練 你是泰斤 韓國籍的,對 好,看看這球的罰球如何處理 尼加哥,尼加哥 要長球做進去 或者爭取一些攻擊優勢會比較難 看看柬埔寨方面有沒有直接死球的板斧 看見11號球員 華納路卡 這球球… 右腳彎過去才是真的 右腳斬過去 其實這種射門的角度比較難 贊祖雲,這位92年出生 我們剛才也提及過 球隊目前在這11人當中 他上陣次數最多 這球球射高了 贊祖雲今天會打個五人防線 握右手邊一個逆位的角色 陳經浩,聽到後面 基南馬 艾利奧 左手邊的張鋒 過了一關 先弄斜直線 看就看見伊達 不過落點一般 心急了一點… 其實在中場可以猜到幾腳 三文拿夫 成之球隊最高的距離 1.81的身高 當然不是說身高有優勢 香港代表隊表示 會踢到一些高空轟窄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風格 其實只不過說 全中球可能會有點甜頭 對,有時候可能 真的去到爭點角球方面 會比較好 我們的CEO薛基庫先生 香港足球總會的CEO總裁 葉宏輝慢慢來 暫時來說 香港代表隊在中場的組織 不是太理想 看這球如何 哇,壓力士射得很厲害 射得很厲害 好,可惜是高出了一點 一拿再射,吃得很厲害 看看,葉宏輝開出來 這邊有1歲 脫了1歲,撐回中間 接著在這裡 伊達給了他 但有一點點是踏到腳尾 當然他這個直線還可以 但這個途徑當然是射 射中籠就行了 你好 麥基追不到了 其實我想阿金教練 賽前也希望在中前場 可以比較有耐性的進攻 轉左轉右 再配合一些大斜線 不過暫時還未發揮到這一招 似乎開賽初段 香港隊都挺心急 好像很想盡快開記錄 當然現場的球迷氣氛 都會帶動到球員 好像踢得快點入局 這樣 好,比過來左邊 森武 看一看,都是選擇比一個短的 年輕人寶夫 1997年出拼的這位防守中場 16號 這個一字馬都抹起來 但也拿不到 但有隊友幫忙 中間立起來 黃楊 伊達 轉個方向還是怎樣 直接斬入禁區 胸口一挨 連錘轉身,起尾都腳 摘鬼都死 麥基或加一腳,等他搞定 沒問題 對,狂正視义 沒有越位 這個球很厲害 首先要轉一轉身組 一拿球 再轉身,接著押一押 按去遠處 他都知道應該遠處有人 所以他不是說勁射 按去遠處 麥基捕捉到他們的位置 面對胸門 那就… 11分鐘,1比0了 麥基第一次代表香港隊 麥基九國入球 這球球 首先來自艾力士的一字馬 拿不到 黃楊 把球送過來 伊達 然後去看一看 左腳 看見你了 進去禁區 這邊胸口一挨 轉身的新組 好,窄位 把球撞到進來 可傳可射 這球也有曼流遠處的尾袋 麥基前面加一腳就搞定 厲害,因為麥基放在遠處的位置 來自艾力士 集中力去了新組 四個球員都追上去有球在腳的新組 令麥基後面全空 有好開始 這場比賽真是早開記錄 對於開賽初段 好像很想盡快爭取入球的香港隊 有一個好的開始 好,這邊介外球 扔進來 寶福 再給後一點 中間猜著球都挺穩定的 不過可惜這球交失了 一拍又不夠伊達拍 給過來 麥基 中間 稍稍給那個位置差了一點 對方已經站得很近 這裡就清脆解圍了 起碼可以讓中前場的球員 回來幫忙做聯防 郭Sir,郭嘉明先生 旁邊的是雷洪德博士 現在一球在手 但香港代表隊應該不會放慢節奏 亦將兵員壓得很前 其實已經三番四次 中場截擊成功 再做直線,伊達 右腳一出 其實球的高度不夠 可能因為這樣 就養一養 原因就是 立托拉是漏踢 中間的壓力士 不妨有此一著 很快出去,差點又搶到 但這邊的勤力,又撈回 寶虎,再轉到左邊 森武安,給他進來中間 仍然可以讓他勉強過 蘇帆還給他後面 始終他們的組織不是太理想 選武站方面 蘇帆艾叔 哇,這樣就給他後面 會否轉向呢 他想轉到右手 不過腳步也不太對 所以一給的時候 就給他太值得 逆了葉宏輝 再慢慢組織上來 艾倩奧 這是基南亞 其實香港代表隊 其中一個在中場需要做的 就是壓迫 暫時來說不錯 因為令到簡報 很多時候在中後場 都會猜拋出球 對,進去逼一逼 就很容易令到他們自己弄失球 好,這邊滑過頭 胸口拿到,連錘想轉身 位置先放贏了 但後面蓋上來的伊達真是快 兩步回上來就反攝了你的位置 好了,基南亞 給我們艾倩奧 新組 這邊就被人踢 球證說沒問題 我看到的 這邊下距又怎樣 球證當然沒有出發 好了,擺脫到了 黃仁華讓我自己推一段 放過來 哎呀,這一下就 給的時間就給不回前面 艾力士那點那裡 就看到徐德帥 這球差一點 跟艾力士似乎有一點誤會 這邊,修雲娜夫帶了球 也挺大腳,又高又夠遠 基南亞頂到 黃楊再加腳 這邊,艾力士有一點手球 沒錯 球證是伊 碰到手,所以出發了艾力士 這邊是蘇雲,準備要打開了 蘇雲,立托拉 還有蘇維艾素 三位球員,握手這個中路 隊長就是蘇雲 蘇雲,有機會可以射 但原來是凹體 再射,幸好是救兵員 又是他 但是比… 所以之前Kolin也說 這個環拿路卡會是比較危險的一員 這邊鄭景浩過了兩關 左邊有麥基,被實力了 麥基自己推,推順 射不射,他比較直線 中間很密碼,麥基再散進來 但是還是過不了蘇雲 這是一個黃金的機會 後面又不能輸 原來已經是越左位 一斬到前面的時間 龐正就舉了旗 可以看到香港隊 今天那些反擊的決心有多大 是的 反擊的速度快 回防也是快 剛才也有危機 幸好是將士庸明 這邊是李泰忽 來自韓國的教練 我相信他們都相當強調 體能和速度 這球球真是考慮葉弘忽 基藍回傳這麼大力 輸過角球 好,看看柬埔寨方面的角球 又有甚麼板斧讓我們見識一下 慢慢來 等待後面的中堅球員 可以上來幫忙 角球由迪丁娜處理 舉起雙手 看看這是甚麼暗示 斬到前中後一點 尾處的位置 我們後面救人 基藍馬頂走 高空球應該沒得輸了吧 今天 除非真的跑掉了 不過有時候藍馬頂 靠搶點 搶點搶得夠準的話 也有優勢 沒錯,能夠放到那一刻 還有可能身材不高 但彈跳力也好 我們也期待 看看柬埔寨的球員 有否有特別的焦點 可以讓我們見識到 好,送回來 又有一個反擊機會 麥基說放空位給我 很棒了 這下單都… 哎喲,這樣都越左位嗎 好可惜 其實比那一下 可能麥基也覺得 應該接近平排 比較可惜 因為以麥基的速度 讓他贏了兩步就行了 這球球有些機會 未過半場,有些機會 即是剛好那隻腳 是凌空踏起了 那球球就是過了八界線 比較尷尬 雖然我們不是全直線去看 但可以從腳踏到影的位置 好,這邊又來了 按他頂的位置 這下四門散到 但這下怎樣 左腳彎回來了 又救人 血肉長成這樣 一直把球都擋出來了 始終在前鋒線上 真的是華拿露卡最有威脅 這個就是舒漢娜 舒漢娜在國家隊 進入了一顆球 看來又是他 這個華拿露卡很鎮定 你看 兩個人圍繞著他 被他騙了 接著被出來 沒彩,真是中間救人 連續兩腳射球 都是這個舒漢娜 舒漢娜在柬埔柴 中場領軍人物 中場領軍人物 這下這麼近抽 拯救都可以 兩下擋到 第三下擋不住了 好,1比1的比數 19分鐘的時間 1997年出生的寶夫 進入為柬埔寨射入的 第一個入球 這個球 看到港隊後防解圍 也有點慌亂 幾下都解不到圍 看看是來自一個角球 一開進來的時候 前柱烏低身解圍 接著在這裡 但是連奧已經刪到兩腳 不過第三下沒辦法 都被寶夫近門 篤入 曾sir,這些可能是你剛才提及過的 身材矮小的球員 他們靈活一點 找球快 就變成在最近這兩次攻勢裡 他們都找到一些埋門的機會 好,追上1比1 對於香港隊來說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看過去 形勢比對方強 當然賽前不失球的任務 率先被打破了 好,這球斬過來 頭脫不脫,脫得細 剛剛在頭頂擦過 好,介外球屬於香港隊 他已經被打破了 蘇維艾蘇,打得盡力 追到球,但已經出了橫臉 鄭景浩 伊達 再被徐德瑞 可以扯進去 他不扯,打算還給黃楊 不成功 伊達 再轉過去左路 張健鋒相當兇雅,看得很通透 麥基走位,他給了麥基 但是後面沒有人支援他 一個單擋,還給張鋒 仰一仰,再下底線 都能出到,散到人,這是角球 好,這次輪到香港隊的角球 看看有些高空優勢的情況下 能否找到食物 在進攻左路的角球 交給阿徐德瑞去處理 右腳彎過來 球可以更加強勁 快點,快點… 快點… 後面的基南馬 阿徐德瑞都上來 完蛋了 回來了,12碼點附近位置 基南碼說我找到球 但轉不切身 這邊快一步,鄭景浩 壓到球,伊達給鄭景浩 壓入禁區,能否出到 這一下就… 對方的殺到過來 兩個都同時到 殺上來的時間很準確 先拍掉對方的腳踝球 然後再殺上來鄭景浩 不過最後腳踝球時 對方殺到來有點避免 我們在廣播箱看上去 看到剛才柬埔寨的教練李泰勳 做了一些手勢 叫柬埔寨的球員 可以穩定一點,慢慢來 不要打得那麼心急 但有時候落到場 真的不到你不急 因為我們香港隊 今天打了這20分鐘 雖然現在1比1 但整體進攻的意識 是相當強勁的 好,艾倫奧接到給我們 鄭景浩還能追到嗎 可以收報了 剛好追成的1比1 看到柬埔寨一群球員 信心更加增強了 所以冰魚也推得比較前 立托拉給了他的拍檔蘇雲 進攻時有兩隻翼衛 很肯壓上去的 右手是站住雲 左邊的森武鞍 所以在進攻時 先打三人防線 中場就變成五個人 好,這裡蘇帆轉了右路 Chionna 再想插進來的散中仁 新組 現在墨基會經常在左手邊 右手邊是徐德帥 變成伊達像進攻中場的角色 但當然看準機會 他會殺入禁區裡面 正經浩,有很多球 在右閘的位置 基南亞 試以叫隊友收過來幫他 他給了張建峰 走位的人不多 張建峰拿球的時候 其實在看 前面的人都向前面走 令張峰沒有選擇 還想讓麥基出界 你剛才看見後場的球員 推到球上來 好像有些舉奇不定 也知道前面的球員 應該不能出位 有接到 這段時間 柬埔寨的球員可能進入了球 信心大增 放進來的基南亞 就說等他接 然後把球撐出來 是到位的,可以拿回來 好,麥基 再傳過來中間 可以推一下 是誰來的 殺刀上來 王陽說先傳過來左邊 這球是麥基 打算第一時間傳過來中間 但不知道是否有些草頭 剛剛那個球彈起了 剛剛他見到 新組和艾力士已經放進來 所以因為這樣 打算第一時間出 誰知道是否認不出 到這邊來的反擊 給了蘇帆 蘇帆想扶進來 蘇帆想扶進來 亦是比阿壓力好 刪到 接著基南亞加頭 其實簡報寨的十位仔 蘇帆和華納路卡 兩個都交替 凸在最前點 比較多是華納路卡 但看來這兩個球員的默契不錯 你前一點,我就收到那麼多 到我前一點,你又收到那麼多 有時他們反擊又不需要多人 兩至三個就可以了 麥基想扶進去中間 阿力士被侵犯 出位了這邊 就是入球的功臣 寶夫1比1的入球 就是來自她的 阿力士在前線 有一次的射門 她的速度亦是快 不過暫時來說 還未發揮到 其實我們香港代表隊 前線,阿力士 麥基,徐德瑞 速度亦是快的 當然還有新組後場 比賽打到接近26分鐘 上半場打了一半有多 已經有兩個入球出現了 首先香港隊先開紀錄 然後被柬埔寨追回1比1 好,這個時間 可能是否葉宏輝太久沒有碰球 先讓他碰一碰 不過也看到 張鋒這次拿著的球 發覺也不知道給哪點 在中場迎球的人不多 其實在陣內 有很多攻擊心態相當強的球員 包括阿力士 新組 伊達 麥基 還有阿瑞 變成兩隻閘拿球的時候 很多球員都變成 走到前線位 令到想說慢慢組織 轉向 未必是做得那麼理想 所以可能伊達要收回後 那麼多 做些串連工作 或者會好些 好,這邊V組成經號 抽回後面 基藍華 其實伊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有時候他可以做些串連 現在你看,基藍華拿著球 左殺右殺 沒甚麼人走到迎球 黃陽轉過去張鋒 好,拿好 後一點有新組 前面已經有三個人在等 但中場有很多位置 轉過來右路 有點尷尬 但是球比較高 轉過來的時候 所以鄭景浩又很難拿 打算用頭銃頂 但其實在他方圓10米 沒有人在他附近 沒有自己的隊友 他不知道頂去哪 終於頂了對方的守門員 叫做盡下人士 可能頂著球 收得住力的話 自己落地還可以追上 好,鄭景浩 黃陽 還給你中間 黃陽 轉到身了 找來找去 都是看到張鋒 有空一點 前面是墨基 你看到這段時間 其實柬埔寨的球員 一是失去控球拳之後 他們很專心地回來後防 做防務 始終有五人防線 所以其實你要看著香港的 攻擊球員 暫時來說算是不錯的 雖然頭段被香港隊 拉得散一點 然後有幾次 走掉了香港隊的球員 但是過去這10分8分鐘 似乎他們開始找到 怎樣去看實 我們香港隊的球員 其實賽前的估計 香港特別隊 都會演練一個快速的轉向 試試右邊,右邊不行 轉到左邊 左邊不行 就一個大斜線 嘗試突襲對方的另一邊 不過由於中場 肯去要球的球員不多 因為大家都好像很想 很快就進入禁區 所以很多時候 三個、四個球員都走得比較前 令中場在組織的人手 就不足夠 大家都知道 今天簡報寨後防有五個人 中場有四個人 防守時有九個人在球的後面 幾乎是很肯定的 所以有一個進攻的耐性 要很足夠 還有支援走動的人要多才可以 這裡的通勁區漂亮 其實很靈巧 簡報寨的球員 而這次落腳其實挺準確的 但是吹罰了徐德瑞 還給了牌 這球球要看得慢鏡頭 就說他是侵犯舒漢娜 可以看到了,通勁區通得很漂亮 看看能否踢到球 其實能踢到球 不過球證覺得他可能是從後 從後 其實他能踢到球 不過可能同步也能擋住腳 今天一開始初段 其實這位印度籍的球證 都是比較嚴重的 屠程遠一點,也來一個嘗試 可惜偏離了目標 好,葉宏輝 好,葉宏輝 這邊是張豐 新組就退後一點幫他 再轉過來,徐德瑞 鄭景浩拉邊 好,基南亞 現場我們香港的球迷 打氣的聲音 從來都沒有間斷過 徐德瑞,看到了 斬過來 但這次斬過來的時間 都交不到給隊友 但張建峰說,等下來 再搓一腳 這次還是給不到 這一下可以嗎 趕一個漂亮的位置 好,看到了 這麼多時間 讓伊達去處理 這個球趕得漂亮了吧 還有就是遷就他的左腳 即是自己隊友的膠都沒那麼漂亮 一頂頂給伊達 一頂就拿好,遷就左腳 他都說 今天必須要入球 是報答香港的球迷 這是開戰球 代表香港隊的第一個入球 31分鐘的時間 2比1 香港隊就是再度領先 這個球手槌打出 打出不遠 然後就是拆過來的時間 頭槌一頂 這樣就給了伊達 伊達說發達了 伊達說 蘇維艾素 這個頭槌 大家看看他 一頂頂得 伊達多謝 多謝都沒有時間說 伊達說發達了 這樣就送了球入網 好了,又看到簡報寨的攻勢 這個球斬過來 這次怎樣 高球是基南馬 他說不怕你的 深口再挨寶夫 大部分我們看到 柬埔寨的球員 他們用球的信心是挺大的 猜拆著球 他們腳下的功夫 盆扭的技術也是不錯 其實老窩、柬埔寨 對,緬甸的球員也有這些特性 他們身材不高大 但很靈巧 腳法是好的 個人的腳法是好的 這是他們的特色 也是他們的風格 不過在整體戰上 不是太強 尤其是靜經浩 一般便給他 差點給基南馬 基南馬很淡定 給他回正經浩 整個球員 被阿瑞掌握了 此部分看能否去到 這球球上下了 長地有點滑 因為賽前下過雨 這球是新組 新組 新組再整個直線 麥基,艾力士正在衝進去 衝快一點,艾力士 後面還有伊達 這球真的… 艾力士、伊達 後面還有新組 誰知道被失去了 球迷都會明白 把麥基放出來 也希望看他的單刀 然後進入球 全球的確… 對於麥基來說 能力是32% 好,黃楊 現在在中場 很多時候看到黃楊在這裡 他方圓大約十多米 也只有他自己一個 有時候薄腳也要幫助黃楊 會比較好 鄭敬浩,來了撞場 不行,不夠緊 看到這邊的立託拉 不過吹噗了立託拉 立託拉當然覺得沒事 不過他的手也有些動作 賽前是下雨的 其實雨勢也很大 所以黃楊的草面 也有點浮 對,也叫做天公做美 今天一直都很擔心 那些雨勢 特別是早上的時間 中午有一段時間 都下大雨 但來到晚上的時間 都收了些雨 球球沒有選擇斬過去 這邊再放過來 伊達,右腳一拿 球球有沒有手球之嫌呢? 旁正武、弼琪,那就是角球 伊達拿得很漂亮 以為一拿挨就進去 看能否憑著角球 借了很多顆 在上場 落點也漂亮 這裡頂高了 手每人雙手一撥 壓力奧載的時候 甚麼球呢? 另一邊的角球 好 你看到沙文娜夫 在打手槌方面 一般來說 因為之前輸的球 也是打手槌 打了給張豐 再撈進來 這一下其實 他也可以接 他一打,打了上去 原來那個 就是紅色衣服的艾利奧 好,這邊插著腰 好 看看這次斬球的落點 又會在哪裏 近處這個位置 在施錦區邊 好了,伊達 斬過來 這球不夠高 好了,轉身 再給你一個 好球之嫌 蘇凡 這次想用腳 挖回球上來 掩著臉 球證也覺得 這球應該要吹佛 其實他 包括教練李泰斌 就覺得 基南亞是開爭 那就 不排除 爭是打中了這個 但問題是 因為 基南亞舉手 其實爭就剛剛在他的頭 大家都知道 基南亞不是一個 踢毛球的球員 但他很硬 很硬 我想他還是沒有心 只不過手一遞起 誰知道就中了 看看是不是 走過來 是 打中了 他一遞起 就已經到臉上 看看 這一下 他是想撥 誰知道打中了 真的打中 也是明顯 這球看見 基南亞先伸手 去拿 立位 不是真的出爭 他的手 伸出來也挺直下的 好,這邊就是麥基 躺上去就拿不到 好,這邊單對單 這邊單對單 這個森武安的助攻力 挺強的 這個6號仔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 好,這個頭錐 頂上去 在前鋒線最有威脅 這個是華勒路卡 11號仔 還有這個蘇帆 兩個人的能力 射到 很多時候都是靠他兩個人的能力 去製造這些機會 還有他們兩個人 就是這個 十步仔的蘇帆 你看他拿著一腳 拿著很順 然後推 好 很有膽識 還有個人能力是不錯 十步仔的蘇帆 和11號的華勒路卡 是的 還有中場中那位的蘇漢娜 三個就是攻擊全員 大家待會再有機會看到 這個簡報仔 他們的球員做反擊的時間 可以看到這三個球員的三角關係 好,放過來 給麥基華頭錐頂給你了 讓球給你的時間 新組竟然射不中籠 這個球其實艾力士也想去拿 但看見新組的位置比較漂亮 馬上就收一收 不知道是否長得失話 看港隊幾個球員射球 都吃得不太準 包括今次的新組 其實他射門的準誠度也挺高 新組 沙文娜夫帶他進來 他的生死球的力量也挺大 挺有腳力 張鋒再扯進來 壓力士 這個球當然挺難 讚祖雲給門將 沙文娜夫 再轉到左邊 阿瑞立刻逼過來 但是鎮定 蘇維艾素 一握,握過了阿瑞 但兩個人再逼我 可以嗎 蘇維艾素這次不玩 大隻手就算了 這裡有點撞人 沒錯 吹罰了森毛蜂 因為波尾道已經跳下去 正經號那裡 吹罰了他 比賽已經達到38分鐘 2比1是目前的比數 看到香港的球員 從開球那一刻到現在 都是相當充滿著攻擊的意識 好,這邊是葉鴻輝說 讓我來 短短的,比賽是基南馬 基南馬說 對友們動一下 好,有人動,就可以把球斬上來了 好,來了 蘇漢娜 一拿到的時間就看到前面 但是只有你一個要轉身 華納魯夫給回來 蘇漢娜 再給過來旁邊 這次斬過來又怎樣 這次斬過來的時間過不了艾利奧 新組就可以慢慢來了 這邊 徐德瑞 前面不太夠人 要等隊友上來幫忙 伊達 這球球特地不拿 黃楊 好,這次差不多人齊了 可以找些位置 是否能夠放在底 麥基 張豐跟他做掩護 他就繞一個圈子 出來的 鄭景浩蓋上來 前面還有徐德瑞在旁邊 他選擇怎樣 給過來徐德瑞 人齊了,可以彎過來 洛景不錯 現在撞的時間 雖然撞散了 但是找球快 還是選擇毛澤的球員 又是好球之人 蘇凡 面對著鄭景浩 這次擺脫不了鄭景浩 鄭景浩近這兩年 給我們最深的印象 就是他失控球拳 追回來一定快 他本身是逆風出身 所以速度上了 再加上他自己對體能的要求 相當高 所以剛剛在禁區中失控球拳 他聲音已經轉回來 成功瓦解對方的威脅 這些打閘位球員必備 因為你要上去幫忙進攻的時間 防守的位置 同時要兼顧 好,寶夫 轉大方向向右邊 不是賺了暈 這邊就是蘇雲 放進禁區 頭鎚頂贏 不得了 剛剛好葉鴻輝也拍到出來 好,轉身快 新組放進空位 還能追得到嗎 速度上快一步 可以拿回來 抹過來,麥基 好,是否剪大位 剪大位 但剪完大位發現多過人 但在搖晃之下 看到球證直至12萬點 出發了寶夫 擺跌了麥基 麥基自己進一顆 撥到12碼 這邊上進了功臣寶夫 勾跌了麥基 一比比,麥基一拿 沒位置去 立即停停,回頭 三個人夾擊 出腳的時候 就踢不到球 擺中了麥基 12碼,誰能操作呢 看來只是新組 球證就過去跟門將沙華拿夫說 在6月開始 那條新例說 站在街上 否則真的會給你牌 另外叫他拿走水樽 好,現場的球迷 好像都在等待入球 然後才一起歡呼 對嗎 看來這球新組 碎步地進去 一趟 逐錯路 3比1的比數 在42分鐘出現 這也是他效力 香港代表的第二個入球 第七次上陣 第二個入球 其實他還沒走到球 門將的沙華拿夫 已經跌到地上 跌到自己的左手面 所以 新組從來到尾 都是看著搜門員 他不是看著球 一會兒 搜門員已經坐在那裡 他也不用拿好邊 只要離開搜門員 沙華拿夫就完成了 所以挺接近中間入 很冷靜 42分鐘,3比1 上半場還有兩分多鐘的法定時間 看看還會否在短時間內 有入球的改寫 那是基南馬 這邊是葉鴻輝 這個球有一點倒西 但下方出牌 KIMSIR一拿球 球迷都馬上怕首長 好,這邊這樣又偷掉了 給他們 伊達 拿回順,艾力斯 好,麥姬入禁區 這次想轉身 斬球出來 寶夫又翻得切 就是難倒麥姬的腳下球 角球來 寶夫本身的角色 類似一個防守中場 五人防線的前面 就是防守的第一度屏障 所以很多時候 做訴訟工作都看到他 輸了十二馬 也是靠他 刪到艾力斯的傳蹤 是 1997年出生,19歲而已 對 大把前途 好,這邊 伊達 來環 樂點 亦厲害 麥姬不知道艾力奧在自己的背部 當然 可能艾力奧頂會比較好 因為他在後面衝進來 麥姬要退出來了 艾力奧在後面 可能艾力奧頂會比較好 你看艾力奧頂不到這球 但被麥姬頂完後的眼神也知道 留給我吧 對,我開債 不過怎樣也好 暫時香港隊的氣勢 仍然相當不俗 3比1領先緊 大腳斬得上來 機籃馬頭錘頂過來 麥姬差半步才可以獲得到 好,隊長蘇雲 已經切過來乖 再加一頭 又給了前面的花翼 差一點 好,葉鴻輝 這球球直接斬出界 所以你看見葉鴻輝 不好意思 本來只是打算斬上去前場 給隊友 其實艾力奧匯 回傳球不夠力 上半場接位尾段 好,路加給錢 這裡兩個夾擊 伊達過來 黃陽再加 加入 搶到了 伊達整個直線 給了艾力士 後上有墨基 現在給? 大力了一點 這個球真的… 真可憐 艾力士一拿球的時候 他就不選擇推 選擇等 再給的時候又給了大力 如果一直推的時候 再給會比較漂亮 對 剛才其實他等 然後做到傳送出來 也是不錯的效果 只不過稍稍掠炎的力士 可以大了一點 可能他也計算錯誤了 以為麥基的速度可以快一倍 這邊進入保持階段 對 看看這邊最後階段 柬埔寨可否做到多一次攻勢 先看出來 上半場出現了四個入球 看見現在的場邊 看來即將… 好像有換人舉動想換 對,這個時間 臨完上半場作出了一個換人 這個時間… 換走了Dina 已經夠時間了 對 對 是否有傷呢 如果不是有傷的話 都可以等等 換入了友當 友當也是23歲 22歲而已 22歲 其實他們大半都是效力 兩支主要是兩支的國內球會 就是柴晶足球會 和國防隊 真的換進來 真的還未重開 球證還未長頂 無論如何 在上半場 其實香港隊3比1領先 柬埔寨 整體來說 大家這場比賽都挺快打快 看到柬埔寨的球員 一搶到球 他們反擊的意欲都很強 當然了 今天香港隊暫時在上半場的表現 雖然失了一球 但相信 球迷們應該挺滿意 香港隊上半場的表現 第一頓 香港隊的國際友誼賽 在主場迎戰簡報宅 紅色衫的港隊一開始 其實把兵源壓得很前 企圖在前場盡快搶到一個球 製造一些萬民的威脅 果然在早段 在這個中前場 很多時候都能夠成功搶折 這裡伊達 整個斜傳 給了新組 新組一拿得漂亮 接著再壓前下 然後壓在遠處 因為藍色衫的鑑布仔球員 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組 令到在後處位的墨基無人看管 四成一比零 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上半場都有出現 身材比較好 香港隊得到部分轉身的優勢 但到了上半場的中段 我開始看到 柬埔仔球員在禁區裡 找到射門機會 結果憑著年輕人寶夫 在混亂之中 起腳快 把球送到入網 一睹這樣完成 不過始終香港代表隊的實力更強 承住對方的門將 向西雲娜夫打的手槌 打得一般 然後蘇雲的頭槌 也不太準 頂了給伊達 伊達拿來的燙射 相當漂亮 這球球就打出來 然後就 反過來 頭槌 這樣一頂 這邊伊達 直接發了彈 把球送到入網 射成2比1 香港隊再度領先 我們看到香港隊的攻勢 都是浪接浪 接著墨基 被三個人前腰之下 想說自己去不到 拐回頭 更好 令到對方的寶夫犯規 搏到12馬 其實香港代表隊的反擊速度 相當有效率 原因是墨基 壓力士 除了瑞等等 都是快 操到的重責 就交了給新組 這球球就見到 新組賣到瑞寶 然後就等到門將都躺在邊 然後看倒定才躺 為港隊就在臨完上半場之前 射成3比1 現在暫時我們香港隊領先